- 天昊老師 - 天昊老師 - 天昊老師 -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的是 - 生物與環境之日 - 能量塔跟能量怎麼轉移的 -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-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曾經有在操場跑過步 - 對吧 - 或者有沒有看過別人在跑步 - 有沒有人好奇說 - 奇怪了 - 會跑步耶 - 那跑步這些能量 - 它是從哪邊來的啊 - 對不對 - 總不可能就是自己就是跑步跑跑就有能量吧 - 對不對 - 然後你好也沒有去 - 那個每天回家要拿插頭充自己 - 要拿插頭充電吧 - 那所以那能量通常變來的 - 奇怪了 - 所以我們常常 - 有人跟我講過就是說 - 欸 - 我昨天有吃飯啊 - 所以我已經有力氣跑步了 - 對不對 - 媽媽不是常常講說 - 要乖乖吃飯這樣才有力氣 - 去運動啊還是幹嘛對不對 - 欸 - 所以我們說 - 其實你吃東西就會獲得能量嘛 - 那 - 我們先假設好了 - 你昨天吃了一塊牛排對不對 - 喔你吃了牛排 - 於是就獲得了能量嘛對不對 - 可能獲得了一些什麼葡萄糖啊 - 然後會有一些什麼養分等等之類的 - 那 - 奇怪了 - 這個牛排能量要從哪邊來的 - 我們來回顧一下牛的生活環境好了 - 欸 - 我發現它在一片草皮上面 - 它吃著草對不對 - 它從這個草身上獲得能量 - 可能吃了一些養分到它身體內 - 吃一些葡萄糖吃一些能量 - 對不對 - 那第二個問題又來了 - 它吃草後的能量 - 它草的能量哪來的 - 欸 - 於是想想 - 對 - 它可以行光合作用啊對不對 - 我們說 - 植物是個生產者 - 於是呢 - 它可以直接透過光合作用 - 形成它自己所需要的養分 - 像是葡萄糖等等之類的 - 欸 -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這個關係串在一起 - 我們就發現 - 欸 - 這不就是一個食物鏈嗎 - 所以其實我們發現啊 - 在食物鏈的過程之中 - 它能量也不斷的透過食物鏈這樣傳遞上去 - 你看喔 - 草呢 - 它則被牛吃掉 - 所以草能量給牛 - 牛 - 又被人吃掉 - 所以能量給人 - 不過能量啊 - 在傳遞的過程中 - 有幾件需要注意的事項 - 也就是有個東西 - 叫做 - 石帕定則 - 如果呢 - 今天呢 - 草假設有1000的能量好了 - 它傳給牛的 - 只能有10% - 也就是 - 如果1000能量傳給牛 - 就只剩下100 - 那如果100 - 要再傳給人的話 - 也只有10% - 那就只剩下10 - 那有人會說 - 奇怪 - 啊 - 10%在這裡 - 啊剩下的90%去哪了 - 它去哪裡了 - 其實喔 - 我們說這剩下90% - 可能就是以什麼熱啊 - 或者一些其他的形式 - 我們就直接 - 把它散失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- 它就這樣消失了喔 - 這些90%就散失在環境裡面 - 或者可能你自己使用掉 - 你行呼吸作用 - 把這能量分解掉 - 於是 - 就散失在環境之中了 - 然後呢 - 就有人把這些能量 - 把它畫成一張金字塔的圖形 - 我就發現 - 它會長成這個樣子耶 - 欸 - 草 - 載牛 - 載人 - 草啊 - 它能量最多 - 所以它在金字塔底下 - 它最大塊 - 它有1000嘛對不對 - 接下來呢 - 它傳給牛的時候 - 剛才是說它只有10% - 所以剩100 - 那接下來再傳給人的時候 - 它就只剩下10了 - 每次傳上去都只有10% - 我發現這樣子畫起來 - 它就很像一個金字塔 - 所以我們就說這叫做能量塔 - 底下最大 - 上面最小 - 是一個金字塔的形狀 - 欸 - 那如果 - 我們在這一個 - 草牛 - 人這邊 - 我們再多加一種生物進去 - 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- 我們如果再加一隻獅子好了 - 我們草被牛吃掉 - 牛又被獅子吃掉 - 獅子接下來被我們吃掉 - 我們最近開始吃獅子了 - 好 所以呢 - 我們一樣假設 - 草原本有1000能量 - 然後呢 - 牛現在傳過來剩100 - 那傳到獅子剩10 - 傳到人剩1 - 欸 - 或可能我們又再獅子 - 又又透明再加一個生物 - 吃了獅子 - 然後接下來呢 - 我們人再去吃那個動物 - 那我們傳到人 - 的時候是不是能量就越來越少了 - 因為中間都是 - 就是90% - 90% - 90% - 就這樣不見了 - 對吧 - 那這時候我們是不是發現 - 其實食物鏈好像也不能太長 - 因為傳到最後 - 就能量就不夠了 - 就沒有能量了對不對 - 我們最後面這個最高等級的消費者 - 它獲得能量其實是很少的 - 好 - 那現在如果我們人 - 直接去吃這些青菜 - 吃這些蔬果 - 那是不是 - 我們可以直接把這1000能量 - 吃完之後 - 我們就可以獲得100 - 是不是相對之下 - 比原本的食物鏈就還要多了 - 所以有時候啊 - 吃素也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- 好 - 那今天呢 - 我們看完了這樣的一個能量塔之後 - 大家要記得 - 我們這個能量塔呢 - 是底下寬的 - 上面窄的 - 最高等級的 - 也就是最高等級的消費者 - 也就是最高等級的消費者 - 它獲得的能量都是最少的 - 最下面的生產者 - 它能量都是最多的 - 還有記得 - 傳遞能量的時候 - 記得10%定則 - 每網上傳一次 - 就只有10% - 好 -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此結束 - 我們下次再見囉